大家早 现在录影的时间是早了 但是你听的时间不一定是早 欢迎收听 收看刘伯乌的Uber司机实战手册 刘伯乌之所以要录这个节目 是因为有太多的新手 在参加Uber的行业里之前 有太多的不懂了 很多是注册的时候没有填注册码 因此没有领到开跑的奖金 有的是在网路上随便就注册了 也不知道是谁推荐的 开跑之前或开跑之后 有问题找不到的人可以问 后来都找到刘伯乌来了 那刘伯乌当然还是帮你辅导 因为你就是遇到困难 那遇到困难刘伯乌也不是没有 所以呢 就大家互助吧 那如果可以的话 就请你使用刘伯乌的注册码来注册 在我的部落格上面可以找到 那在这个下面的连结可以找到 都欢迎使用 那今天要谈的题目是这样子的 因为在早期啊 大家在网路上所得到的这个知识呢 是共乘 所以Uber一进来了之后呢 大家都以为是这是共乘 那后来我刚开始的时候 刚结束的时候我也以为是共乘 但是呢 其实它是共乘的另外一个发展出来的 就是共享经济 这是有所不同的 当然 共乘也是共享经济的一种 但是呢 Uber系统所讲的共享经济 跟这个还是有差别的 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 呃 其实是这样子的 因为很多新的司机 他会犯了一个错误 没有注意到Uber的规定 Uber的规定是 车上不可以有其他的人 所以 这个跟共乘是不同的 为什么车上不可以有其他的人呢 因为Uber的设定是 就是共享经济 就是说我的车子是放在停车场里边的 那我今天有时间 我可以把它开出来 我把这个车子的资源 跟大家共享 这个跟共乘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当你在载客的时候 你就想说 反正我太太也要去买菜 然后呢 我就先绕着它走吧 或者说 我假日也要带小孩出去玩 不然就载它出来玩吧 那客人一上车的时候发现 哟 怎么车上有其他的人 这会让它吓坏了 所以呢 Uber是有规定的 车上不可以有其他的人 所以要请新手特别注意的 这个跟共乘是不一样的 它是共享经济 另外呢 因为 还是有很多的新手 它会误以为说 反正我今天呢 要载 载小孩去上学好了 那 今天刚好 Uber在打折 10块钱 就是 10块钱 在100块的 这个 路线 路程里边 通通只要10块钱 那你就估了一下说 我载小孩去 顶多是 八九十块的路程 那干脆这样子好了 我帮小孩叫车 叫我的车 我载小孩去 读书 那 这个 我的信用卡 或是我胎的信用卡 因为小孩子一般是没有信用卡的 那就用胎的帐号来叫车吧 然后叫到你的车 之后呢 你就把小孩载去了 那这个车层呢 你车支呢 你赚了 100块 那 你胎的信用卡那边呢 只要付10块 也就是说 你还赚了90块 你这个想法 其实 在我们华人社会里边 是有可能的 因为你可能会想说 我都去载客人了 去载客人 反正也10块钱而已 为了我小孩要去读书 要去上学 那为什么我不在哪去呢 那干脆就这样子来 来使用Uber系统 但是呢 这个 在Uber的规定里边 这个是虚假的这个叫车 因为他认为 所有的乘客 都必须是分享的 也就是说 那天早上 那个时间 你小孩子要叫车 可以 那你就从线上叫车 那尤其他的司机 载你的小孩去上学 那车子怎么算 那个时候就是10块钱 所以不管谁来坐车 都是10块钱 在100块以内 那你去载别的客人 因为你在叫车的时候 不一定会叫到你 即使你的这个司机的系统 就在你这个 太太或家人的这个 叫车的系统 手机的旁边而已 也不一定叫到你 所以叫的时候 你势必会把它取消 再取消 一直到叫到你为止 系统就因此来判断说 这个取消是有异常的 最后叫到你 然后它有相当的关联性 比如说每天 如果办了活动 半五天 结果你五天 都是载到这一个人 这个很有可能被停权的 所以在这个观念上面 也势必厘清 所有的乘客 都是所有的司机共享的 包括你的家人 也是乘客的话 那也是其他司机共享的 这样的一个规定 你势必要清楚 跟了解 而不要刚开始傻傻的 犯了这个Uber 在这个规定里边有写到的 而你没有注意到的这个事项 好 今天我们这个项目就讲到这里 就是车上不可以有其他的人 即使是轿车 家人轿车 也是要透过系统来轿车 而不是一直取消而轿到你的车 这样的规定你要特别的注意 免得你被停权了之后呢 再也不能开悟了 好 刘伯乌在这里给你的提醒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那还是那句老话 有需要参加司机的 请你务必用刘伯乌 或是找到刘伯乌的部落格 里边的注册链结 来注册 免得你开跑的时候拿不到奖金 或是你有问问题的时候 不知道找谁问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 谢谢各位 祝你行车平安 参加务北顺利 拜拜